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就是某个民调最近做出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他们采访了很多人 然后他们发现到有三分之一的人 不知道国州议员之间的分别 这很夸张,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不知道 什么是国会议员,什么是州议员 所以我今天就特地做这个视频 就是来讲解一下 整个马来西亚的所有政府的政治结构是怎样的 首先我告诉你们,马来西亚有三种政府 分大中小三种政府 第一个就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就是管整个马来西亚的 包括半岛还有东马 整个马来西亚的中央政府 然后这个中央政府呢 它的首都,它的总部就在佛塔加亚 然后呢 每一个州 还有沙巴沙巴这两个邦 这两个邦还有每一个州 都有自己的一个州政府 这个州政府呢 就是管自己州里面的事情 然后每个州政府都有一个首府 比如说我楼佛的首府就是新山 然后在每个州里面呢 有很多个地方政府 通常呢 一个线呢 可以各成两个或者是三个地方政府 有些线要小的可能就只有一个地方政府 比如说我古来,我古来线很小 所以就只有一个地方政府 像楼佛州这样就会有 楼佛州有10个线 可是地方政府各到来有10多20个这样 就是每个线可以各成一个 两个三个地方政府 然后每个地方政府就管自己区域里面的事情 所以就这三级政府 中央政府,州政府,还有这个地方政府 OK,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三种政府是怎样选出来的 OK,大家都知道大选嘛 我们马来西亚平均每五年 有时候四年 最少也是四年 没有试过三年的 四年或者是五年 比较多是五年 大选一次 然后每次大选呢 就会选出两种政府 我们投票的时候 我们投两张票 一张票是选国的 一张票是选州的 国二那张选国会议员 州的那张选州议员 然后呢 我们选出来那个国会议员呢 到时候就会 当场就会有一个国会议员中选 然后我们全国 会有222个国会议员单身 这222个国会议员呢 他们有分不同的政党 到时候我们就要看 谁可以拿超过一半 什么阵营的政党 可以拿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席 就是112个 只要有其中的阵营呢 可以拿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席 就是112个 这样他就宣布执政 他执政中央政府 这样接下来的5年 他就有这个权力 入住这个Putrajea 然后他就有这个权力 管整个马来西亚的事情 包括西马 还有东马 中南政府就是这样单身的 然后每一个国会选区里面 通常会各成至少两个州议席 有些通常是各成两个 然后有些比较大国会议席 会各成三个四个甚至五个都有 应该最高是去到五个 所以一个国会议席 一个国会议席 通常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然后他里面他会各成几个不同的州议席 然后最少两个 有些可以去到三个四个 然后一个州里面呢 比如说楼佛州 有26个国会议席 然后啊 州议席呢 有56个 从26个国会议席里面呢 在各个各有些两个有些三个 各出来56个州议席 OK楼佛州有56个州议席 大选的时候我刚才说有两票嘛 一票是投国会议席 一票是投州议席 所以那一天开箱了过后呢 楼佛州就会诞生56个州议席 这56个州议席也是一样 看分党派来分 如果有哪一个政党哪超过28 比如说29 29个州议席的话 这样这个政党就宣布执政楼佛州 宣布执政楼佛州 然后他就有这个旋律入住这个首府 新山然后他有这个权力管整个楼佛州的事情 OK州政府就是这样诞生 我已经讲了中南政府跟州政府是这样诞生的 现在我要说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怎样诞生 地方政府呢是跟着州政权的 地方政府并不是由选举产生 它是跟着州政权的产生 我刚才说州政府已经选出来了过后 然后州政府就有这个权力去委任地方政府 然后州政府呢他们就会 委任每一个地方政府的市员 然后由当地的市员先员组成地方政府 所以就是这样来 现在我这样讲大家明白了吧 国会议员、州议员还有地方政府 市员先员是怎样选出来的 然后这些政府是怎样组成的 我现在讲明白 现在我来讲一下 这些政府都有不同的权限 就是说这些不同的政府 所管的东西都不一样 其实要怎样区分很简单的 我们平时我们身为老百姓 我们平时所付的税给的钱 你就知道怎样区分了 首先我说中安政府 我们必须要给他什么钱 最主要的就是所得税 我们做工的人 我们要还给政府所得税 还有公司的所得税 公司赚的钱也是要付所得税 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 所要付的税就是付给中央政府 这就是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记得我们所得税 公司的所得税给政府 中央政府 OK 接下来呢 州政府 州政府我们要给他什么钱 州政府我们主要给的钱呢 就是地税 朱盖党地税 我们每年都会还的地税 就是给州政府的 OK 地方政府收我们什么钱 地方政府收我们的钱呢 就叫做门牌税 门牌税在马来文呢 我们叫做朱盖哈德 通常是如果我们是有花园物啊 还是有电啊 电那个是另外一个税 我现在讲的是 门牌税就是朱盖哈德 也叫做产业税 就是如果有屋子还是有电 你都要还这个朱盖哈德 可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 不管是任何生意都好 有电没有电都好 任何生意 你在一个地方政府里面做生意 你一定要还一个商业税 他跟门牌税不一样 门牌税是你拥有那个产业 所以你必须要还 生意是只要你做生意 你就要还这个税 我们叫做就是商业税 旧盖本两个案 商业税 不管你有店面没有店面 就算你是巴上马来小贩 你都是要还这个商业税 所以地方政府 我总结局 地方政府就抽两种 所以一种是门牌税 也叫做产业税 还有一种就是商业税 主要是这两个 现在我说大家了解了 这三种政府收的钱都不一样 现在我说一下他们的权限 首先权力最大的肯定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几乎管完所有的东西 尤其是国家很多东西是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的 包括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卫生教育 所有的政府诊所 所有的政府医院卫生部管 中央卫生部管教育 所有地方的大学中学小学都是教育部提供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中央政府提供的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内政部 内政部提供警察 当然内政部不是单单只有警察 内政部还有很多其他相关部门 我讲我们熟悉的警察 然后国防部 国防部提供兵 提供兵 所以我们军人的服务 所以这些都是必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的 然后中央政府呢 他管的东西是绝大多数的东西 就是整个国家各个部门的政策 都是由中央政府管 然后我们去到州政府 州政府的权限就比较有限一点 州政府的权限呢 是跟土地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你要知道土地不是中央政府的权限 土地就是州政府的权限 通常州政府可以管的东西都是跟土地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要付给州政府的税就是地税 然后州政府通常会管什么 我刚才说跟地有关系的 第一个就是陆地上的资源 陆地上的资源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树木、森林 森林、树木 还有各种各样的矿产 金矿、锡矿、什么矿都好了 这种陆地上的资源全部都是属于州政府管 还有其他啦 我们讲一下州政府也管其他东西 包括宗教 宗教也是州政府管 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州的宗教的头就是那一州的舒坦 所以宗教也是州管的 还有娱乐 娱乐也是州管的 所以你看你们州里面的戏宴 要给一个娱乐税是给州政府的 然后州政府都是管一些跟土地有关系的东西 可是其他涉及国家政策的层面就是由中央政府管 州政府只是管陆地上的资源的东西 像我们讲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管什么 地方政府管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管民生 民生就是我们人民的生活方面 各方各面所要遇到的事情 都是地方政府管 比如说 马路 路灯 龙沟 还有那种路边的树木花草 还有就是这些东西咯 就是我们人民可以接触到的最前线的东西 就是地方政府管 所以我现在讲大家清楚了咯 我们每一个等级的政府所管的权限都不一样 我今天就这样给大家简短的科普一下 我这样讲大家应该明白了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